日前马来西亚知名网红大棒来台旅游并拍了一支影片 评级著对台湾的真实想法赢取了大多数台湾人的共鸣 并收获了大量粉丝 近日,他却因宣布即将前往中国旅行 引发台湾网友的强烈反弹 被指控收了钱财去的 让他感到非常无奈 并表示事情已经超出他的控制 大棒透露,他前阵子来台湾旅游时 因在影片中表示整体感受不如预期 受到了大量关注和批评 他坦言这是一种身心的折磨 我应该要少谈一些台湾的议题了 然而,即使他不再谈论台湾 仍无法避免批评 这是因为计划前往中国旅行 再次成为批评的焦点 在最新影片中 大棒提到即将前往中国旅行 此言一出,他便收到大量信件 内容多次指责他收了中国官方的钱才去旅游 大棒表示,自从波特王爆料后 许多人开始对网红进行出征 连一些网红几个月前 甚至几年前的中国自行影片也被翻出来批评 真的越来越难以控制了 他表示,自己只是收到 马来西亚旅行团的邀约前往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并去攻击 并说明现在很多人都是为了激起迷路 总是用一些对岸不好的小事情 让同温城认为那个地方真的就是那么烂 指出很多YouTuber都只会报道 台湾的好与其他地区的坏 大棒因计划前往中国旅行 而遭台湾网友批评 感到非常无奈 他呼吁大家在指责前 应该多了解事情的真相 避免因误解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并再次强调自己这次出游 只会分享自己最真实的旅游体验 而不会去刻意评论政治相关的议题 这次之间也提醒网红们 在公开行程和计划时 要更加谨慎 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大家对中国旅行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